但是这一场冬奥会变成冬明会已经是决定了 最大个人物普京十几个人染上病了 而且普京听说暴怒普京 说你这么大个国家你让我们来 我们来之前就说过 你让我这人都连个起码保障都没有 酒店提前一周所谓清理 你这么多人让我身边全染上病 而且死人了 死人不一定是普京旁边的人 但肯定是所谓的华尔道夫酒店 咱们的一个战友跟我说句 他说七哥 我从楼上的我都能听到普京在楼下骂人 你想咱战友在哪 在那个楼上的战友你想是干啥的 是吧 暴骂 咱的战友还得听得懂俄语 你想想啥感觉 事儿太大了 习听说这个也蒙杀了 普京你想想就是唯一的 这个人这种情况 党内多少人高兴啊 传遍大江南北 所以说这个冬眠会 这个彻彻底底的 这个习近平这回丢人丢大了 一百几十个国家 变成七十几个国家 九十几个国家 现在三十三个国家 结果就来俩重要人 现在一个团队已经是团灭了 我都不知道接下去这十八天会发生啥事 而且这个结果是我们希望的 也是共产党内部九千五百万党员 九十九个人都需要的 第二天会发生啥事 第二天 Bear 第一天会 Minor